超越演算法, 進修世界大事 15分鐘播音新聞 各位聽眾大家好 現在又劉啟源報導15分鐘環球新聞 OT 停不了? 港府凌晨又發聲明, 四千字反駁岑要信 李家超其後再親自駁斥 早前, 以香港政治環境為由 辭去本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一職的 岑耀信分爵Jonathan Simpson 辭職後接受媒體訪問, 解釋其有關決定 以及對本港終審法院以至法治制度等問題 直斥國安法大大限制法官的自主性 在報導發布後, 港府在凌晨發聲明反駁 其後特首李家超又在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 譴責英國政客和官員, 踐踏香港的法治 岑耀信分爵離職的消息公布後 不足一個星期 他分別接受金融時報 以及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邀請進行訪問 他在訪問中提到 香港疫症逐漸成為極權社會 又批評基本法以及港區國安法 會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的論調 只不過是口頭說詞 他又形容現在在香港, 輕微的異議會被視為革命 出版被視為不忠的童書 為六四死難者組織默埃行動的人都會被處罰 他又提到香港法院審議的多宗有關國安法案件 其實都是站不住腳 他又以47人初選案為例 批評法官將14名被告的寸謀 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是不合理 之後又解釋指 被告他們有關的行為 都是屬於《基本法》裏面列明允許的行為 但結果被判為觸犯國安法 要面臨監禁的命運 岑耀信認為 意味著當有人向政府提出相反立場的時候 政府便可以剝奪反對者受憲法保護的權利 但同時他又否認香港法治已死的說法 因為香港還有上訴庭可以把關 所以他認為一切的最大問題根源是來自於國安法 他又在訪問中大力批評國安法 認為國安法中的煽動罪條文過時 他又認為國安法大大限制了 法官對相關案件的判決自主性 又形容法官在這樣的運作背景下 會形成一種心碎不靈的情緒 一方面法官要在港府甚至中國政府 所營造的政治環境壓力之下進行工作 同時他們又要擔心自己 隨時會因為處理相關案件而受到西方的制裁 他又形容現時香港法官已經無處可逃 而所謂的政府所營造出來的政治環境壓力 他雖然沒有明確指示是甚麼 但就在訪問中舉出了好幾個例子 其中一個就是黎智英案 岑耀信提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打算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奧雲天 為自己進行辯護 法庭雖然批准其申請 但香港政府最後透過釋法 否決了法院的裁決 他又形容事件足以證明 中國政府利用權力針對反對者 他又認為香港法官 認證分別面對著迅從的新聞媒體 態度強硬的議員以及政府官員 同時又要面對官媒所製造出來的輿論 以及營造壓力的氣氛 只要當法庭罕有地作出保釋 又或者無罪釋放的決定 社會就會表現出一片憤怒 不斷製造出司法人員要愛國的聲音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本地法官要逆留意想 是需要無比和非凡的勇氣 岑耀信有概探 曾經活力多元的香港 正慢慢變成一個極權社會 任何範疇都被政府的強烈關注 法治亦都是因此而導致嚴重受損 他最後又提到 他之前之所以留任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 是期望自己可以維護法治 但是現在他覺得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 訪問出街之後 特區政府曾經兩次留意發聲明回應 並且指訪問內容失實毫無根據 港府在香港時間6月11日凌晨1點05分發表聲明 指尋耀信的訪問內容毫無事實根據 又強調法院無論在審理有關國家安全案件 又或者其他任何性質的案件當中 中央或者特區政府都絕對沒有向法院施加任何政治壓力 又強調香港法治沒有出現過任何倒退的跡象 特首李家超又在同日上午出席公開活動的時候 也有就事件作出回應 並且譴責有英國政客公然恐嚇法官 以達到其政治的目的 另外他又指政治並不是法官的專業範疇 英國限定港府就維護國安條例刊憲 單獨針對羅冠聰等6名在英被通緝人士 特區政府在香港時間6月12日上午刊憲 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將羅冠聰在內 現身處英國正被港府通緝的6名港人 列為指明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潛逃犯 並且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對該6名港人採取分別四項措施 當中包括撤銷當事人的特區護照 禁止提供資金或處理資金 進行不動產相關活動 以及禁止他們經營合資企業 當中有部分人士 也即時被暫時性吊銷執業資格 以及罷免董事職務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記者提問時指 這6名港人是得到英國包庇 勾結外國勢力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 特區政府是有需要對相關人士採取行動 這6名指明潛逃者在英國得到包庇 這包括繼續鼓吹分裂國家 繼續鼓吹顛覆我們中央政府 因此我們是有需要採取這次 將他們作為指明潛逃者的行動 這些措施是為了應對打擊阻嚇和防止這些潛逃行為 並希望促使這些被指明的潛逃者 自己拿出他的勇氣回來香港 面對接受法律和司法程序 鄧炳強有希望該6名港人在得知消息後 聯絡入境處申請臨時入境證明回港自首 直線抽擊保守黨政綱出爐 帶打稅務優惠政策 保守黨在英國時間6月11日公布了他們的大選政綱 內容主要圍繞稅務經濟以及移民問題 英國首相辛偉成在出席一個競選活動時發表他的政綱 這份政綱主打稅務、民生以及移民三個層面 他承諾假如成功連任 將會推出一系列的減稅政策 以及民生紓困措施 以減輕國民負擔 辛偉成又指 保守黨主要透過縮減各種社會福利支出 以減輕政府財政壓力 從而減輕市民的稅務負擔 另外又會增加退休金領取者的免稅額 以減低他們交入息稅的需要 他又提到希望去到2023年的時候 這一系列的措施可以為英國減少近170億的英鎊稅 除此之外 《政綱》中又提到保守黨將會推出一系列的紓困措施 當中包括下調國民保險金的僱員供款率 同時又取消自僱人士的國民保險供款 另外又取消首次置業者 在購買樓價低於42萬5千磅單位所繳的印花稅 並且提出置業計劃 為首次置業者提高達兩成的貸款 幫助國民上車 最後在移民政策方面 他將會引入法律上限 以確保移民人數每年遞減 目標是在下個任期結束之前 減少近一半的移民人口 雖然政綱大打稅務民生牌 但是保守黨的民調 仍然是大幅落後工黨近20個百分點 最近有數據研究中心預測 新委成最後在大選的得票率只有1成7 遠低於對手工黨領袖施己然的三成半 一機兩制 蘋果宣布將會引入Track GDP 而中國地區就有可能使用百度民心一言 蘋果在美國時間這個星期一公佈 他們將會幫產品內陷的人工智能系統 助理Siri升級 Siri將會加入OpenAI旗下的Track GDP系統 作為Siri的一部分 蘋果CEO副黑Tim Cook就指 希望這個決定可以幫助蘋果 在這場信息萬變的人工智能競賽中 加速追趕的步伐 同時間Tim Cook又認為 這個動作將會令蘋果產品達到新的高度 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對新成式AI的規管嚴格 直到現時為止 中國官方只是唯一認可 由搜尋引擎百度所開發的新成式AI民心一言 即是意味著 蘋果如果將Siri由Track GDP 很有可能導致其產品無法在中國境內銷售 所以有分析指 蘋果很有可能會與百度合作 生產專為中國市場移設的中國式Siri 以民心一言取代Track GDP 在今年的3月 華爾街日報就有報導指 蘋果公司已經與百度接合 就蘋果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電子產品 使用百度的新成式AI技術一試作出討論 黑名單又加強 美國列三家中國企業入進口黑名單 指他們涉嫌強迫為不倚人勞動 美國再更新對中國的黑名單企業清單 美國國土安全部日前宣布 將三家中國企業列入進口黑名單 並且禁止所有美國企業在該三家公司進口貨品 原因是指這三家中國企業使用了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強迫勞動人口 觸犯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 名單上新增的這三家公司分別是海鮮食品加工商 山東美街集團 製鞋企業東莞綠洲鞋業有限公司 和碳石麥塔解類製造商 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司 國土安全部又發聲明指 美國正加大關注相關產業在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狀況 並隨時更新黑名單清單 以確保強迫勞動所製造出來的產品 不會落入美國市場 這一節的15分鐘環球新聞重點播放完畢 我是劉啟源 多謝收聽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時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裏 我請大家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